好多朋友呢 其实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 说大白你怎么老是不换衣服的 怎么老是穿着一件黑色衣衣 可以穿好几件的 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买太不爱干净 这个事情我必须出来澄清一下 我虽然说不是个洁癖 但我也不至于不爱卫生 我这个人只是脑子跟一般人相比 有点不大正常的 行为是有点诡异的 你比方说我买一个衣服呢 你若说觉得好的话 一个衣服我同样的一模一样 我会买好几件 你像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就是这样 你看我随所我就可以从我的这个柜子里面 随所就可以从我的这个柜子里面 你翻出这样的这个衣服 一模一样的 我就可以翻出好几件 就同样的这个衣服啊 我总共买了五件 还有两件呢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老家里面 这样的话我回老家的话 我就省得这个 把一个换洗衣服放到包子里面 大包小包的 这个衣服是我们在家本地的一个服装品牌生产的 有一年过年的话呢 我在逛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搞那个清仓处理嘛 我一试还挺好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他胸口还写着一个白色的word 世界的意思嘛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天下嘛 而我的其中一个节目大家都知道的 叫白化天下 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衣服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制一样的 然后就买了 当时买的时候就一百来块钱嘛 我就买了一件 然后后来穿着好 于是就陆续又从网上买了好几件 你说好几百的甚至上千的衣服 那我是不是得买 而且你要一连整个一千多的 几千多的这个衣服买好几件 那我肯定也买不起的 但一百多的 而且你还可以拍个视频拍个用子 那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特此声明啊 如果说下次大家再在这个频率当中看到 有朋友讲我不爱干净 老是不换洗衣服的话 你们要帮我回复一下的 还有朋友们经常看我戴帽子嘛 还怀疑我是不是秃头啊 大家也要帮我回复 好吧 我跟大家一样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好了 这个话题其实也挺无聊的 今天是周五啊 那明天后庭又是好儿子 所以说随便的跟大家瞎聊几句 大家周末愉快